很简单 表单里面有个什么 显示回应材料 按下去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篇我就可以统计出来 各位的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电脑程度 大概有六成的同学 是进阶,所以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是 电脑操作上没有问题 入门的话大概占了三成六 最希望以哪部分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名是这个 7个,28% 是希望以那个 函数的进阶应用为主 第2个是VBA资料库 这个是第2名 第3名是VBA的进阶设计 所以 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块 还有入门解说 这应该是 这四个部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我们往后 第一个阶段 还是函数的进阶应用 就是刚刚 给各位那个 那个讲义 等一下会来讲解 那他们上过课的部分都还是 这个局限在这个入门跟 Office 类 OK 那为什么要选这门课 最多同学是因为什么 自我成长 想要多学点东西 然后业务需求也蛮多的 还有兴趣 一个是潮流 大家会有不能 不能不会 OK 大概是这样 统计的资料 OK 那其实 利用表单功能 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取得各位的一些 相关的学习需求 然后呢 可以知道说大家要的 课程的内容 那 这个部分里面我再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各位的一些实际的状况 那今天的话呢 因为第一次上课各位手边还没拿到上课用书 所以 等一下请各位 把这个网址 务必要记下 以后我会把相关的资源都放在这里 然后复制起来之后 放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 到这个网址里面 这个网址里面 那我这边的话 会需要各位先当入这一个 这一个 第1个这题目 再来 这个是需要练习档案 跟这个PDF档案 PDF这个 那下载方式很简单 直接档案里面把它下载就可以 两个 然后 01的这一个 那下载下来之后 因为它是 我是用Google浏览器 我建议是各位也用Google浏览器 那开启的话你可以 直接在下方 它会download下来 那你可以点旁边的箭头 在资料夹中显示 它就跳出来 那我们放的位置是在这个download里面 我把它用清单好了 用清单 在这个地方 按右键把它解压说 减压说致辞 那解出来之后呢 就会是一个Excel函数的练习题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直接搬到 剪下来好了 直接放在桌面上面 我把它剪下来 直接在桌面上 按右键贴上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题目做练习 因为 没有 没有纸本 所以我们就直接 直接在这个地方看 我想 你把它download下来之后 底下会有一个PDF的这个档案 把它开起来 那因为我们内部 已经有安装这个PDF的 Reader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讲义的话 我是在前年编的 所以有些部分 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修正 不过大致上没有问题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了解一下有关 Excel函数的进阶 应用部分 包含就是说呢 文字函数 资料函数 里面有哪些重点 还有逻辑函数 日期时间函数 还有 数学 寻找跟参照函数 主要把 Excel里面最重要的函数 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说明 那也就是 VBA的一个前生 OK 那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 画面先帮你给我一下